大家好,我是Dane 越来越奇怪的苏金X事件 昨天又被一位网友爆出了 更令人惊悚的事情 在之前的影片里有给大家介绍过 爆料苏金的受害者姐姐 因为没有解释在IG直播中的言行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质疑 正当风向开始有了变化 很多人都在怀疑 受害者姐姐的3月17号 突然有位网友再次上传了标题为 我是姚家A的苏金的中学同学 我要爆料我亲眼目击的恶心的贴文 贴文内容主要是在说 自己本来没有想要干涉这件事情 但是看到风向在变 不能让失败者再次受到伤害 所以就决定站出来 目前为止对于苏金的爆料都是真的 有好几次自己还在现场亲眼看到了 甚至还因为苏金 学校还召开了非公式的X委员会 最后也附上了居民登记本毕业相册作证 在这个爆料文之后 非常多的网友们又开始留言 然后很多媒体也是没有确认事实 直接就将这爆料文的内容 好像是事实一样的报道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一位网友突然发现到 非常奇怪的事情 加上3月17号 爆料自己亲眼看到苏金恶行的那位网友 这个月来 自称是苏金的同学 爆料助阵加害者的其他六位网友 上传的毕业相册的封面周文 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说 有七位爆料者是用了同一个毕业相册作证 所以可以合理的怀疑 这七位使用不同账号的爆料者 非常可能就是同一个人 一开始发现到这个事实的网友有怀疑过 会不会是所有相册的周文都是一样的 所以就去查证了一下 其他网友们的毕业相册 结果发现那位受害者姐姐的相册 以及苏金好友的相册 是跟前面那七位完全不一样 因为证据太明显 很多网友们都在傻眼的时候 3月17号上传爆料文的网友 上传了解释文 但是解释文的内容大部分都是 自己跟那些人不是同一个人 没有理由要一人是七角 粉丝们不要再洗白了 没有解释的解释文而已 所以很多网友们就一直反问 那毕业相册周文是怎么一回事 结果这位爆料网友就留言 跟你们实在是沟通不了后 删掉了解释文 所以现在我们真的可以合理的怀疑 这位网友应该就是担心风向会改变 担心苏金可能会被澄清 所以马上就使用粉丝术 再变出了一个人格上传的那个爆料文 然后在3月17号下午 一直保持沉默的Trobo娱乐 也声明会对这位粉丝术网友提告 所以总整理一下事实的话 目前为止一共有10位网友爆料 助阵了苏金的 其中7个人是同一个人的造假 而剩下的3个人当中的2个人 也删完后消失了 也就是说现在只剩下一位 那位受害者的姐姐 但是这位姐姐也因为IG直播的事情 失去了很多信任 而且在与苏金见面的时候 苏金道歉了自己在电话中骂人的事情 但是让自己道歉自己没做过的事情的话 真的很为难 对了还有一个 那位网友们认为是被苏金 曹西联演员 目前为止也没有发表正式的立场 而曹西联的诉讼公司 曾经声明过会确认事实 但是都过了3个礼拜 也没有任何回应 虽然说黑粉们的脑袋在想什么 我们正常人是永远无法理解的 但是今天这个 都要使用分身术来下班 也想要抹黑苏金的理由 到底是什么呢 大家觉得是为什么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加倍祝福 生日快乐 请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